一張張圖卡向美豬Say No 在野黨反對放寬萊豬進口 而現在美國總統要換人當 國民黨立委林維州認為 將來台美經貿談判勢必得重新來過 既然如此 台灣就不必急著明年元旦開放進口 瘦肉金梅豬 但學者分析 萊豬是擋不住了 基本上他是要求你這個 美豬一定要開放 就是說你要談判 一定要先這個先決條件 你知道嗎 這樣子當然是有點強能鎖 強能鎖難 同樣的美國對所有的樣子 其實他就是要把你壓下去 你知道嗎 瘦肉金這個部分 不管怎麼樣是不會讓步的 我認為應該是不會改變 因為美豬進口明顯是 對美國單方面比較有利 對美國的農業州的出口有利 我覺得美國還是會繼續的希望 台灣能夠執行這項政策 學者認為沒有轉圜空間 黨政高層也透露 開放萊豬這件事 預料政策不會改變 只是蔡政府鬆綁美豬牛 當成BTA雙邊貿易協定 敲門專 但在川普任內沒看到進展 拜登上台機會看能否大一些 能夠有重量擴大台美之間的 雙邊的這種貿易 或是經貿的利益 拜登應該也會支持的 只是說他會不會用這個貿易協議 這個名詞 可能他會考慮 因為畢竟這是比較具有一種正式的 這種雙邊關係 國際事務專家看好拜登經濟學 還沒能舉行的台美經貿對話 渴望在白宮一組後 讓台美再靠近一點點 記者陳建安 李怡婷 台北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